好同學我們現在來看 數學一之一 數列與極數 範例第一題 好第一題呢他講的是數列的一般項 第一個他要寫出數列這樣的前五項 這個小括號中間的這個是 怎麼樣是他的規則就是一般項an的意思啦 好第二題呢他說如果有一個規則 他現在 就是沒有像第一題這樣給你一個規則 第二題他是說 給你一個這樣子149625 那你應該很清楚可以知道1 就1嘛 2 的平方就是4 3的平方就是9 所以他的規則那我知道了 所以第二小題還頗簡單的 好那我們就來看以下這兩小題吧 第一小題呢我只要N帶1就是第一項 N帶2就是第二項 N帶3一直帶到4帶到5 那所以前五項就出來了 好你把影片按暫停自己做一下 整理一下筆記 再來 第二小題剛剛說 這個1就是1平方 4就是2平方 3 平方就是9 4平方就是16 那我知道了 從這裡的規則就可以知道 AN 其實就是N平方 好翻例1就這樣結束囉 那我先說 你擠我 我先說